10月3號中午要帶領10月4號 長津嘉玲華活動上街標舞的60位 加起來超過4000歲的長者們 在縣立體育館進行最後彩排 台中現場黃建廷特別與社會處長 鍾金柏前往加油打氣 久久重陽的前夕台東縣政府 將在明天10月4號 辦理一個全縣的長青老人嘉年華 那麼來自全縣各地 大概所有的老人會還有關懷據點的這些銀髮族 總共會有超過1500位的我們台東的老人家 明天都會在體育館這邊集合 然後一路採接 再一段到我們的縣政府 那老人們都非常非常的開心 也非常認真的在準備 參與這樣的一個很熱鬧的嘉年華 我們也很高興看到老人家願意這樣子走出來 然後大家一起來共同參與這樣的一個有意義的活動 那我今天特別來到體育館 看著很多的長輩 正在跟我們的同仁也正在這裡做彩排的工作 我們都很期待明天這個活動 可以非常的圓滿 非常成功 讓老人家有一個非常快樂的一天 同時台東是一個老人人口比較高的一個縣份 我們未來怎麼樣營造 打造一個老人的這個友善城市 也是我們持續要共同努力推動的一個目標 活動當天也歡迎全縣老人家 一起來參加這個專屬銀髮族的活動 東來新聞 范耀玲 楊國柱 台電公司報導